欢迎来到风花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在台湾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老艺术家 资深女歌手名叫陈颖杰 她发表过海海人生 破浪人生等快智人口的歌曲 被奉为台湾歌坛大姐大 陈颖杰为了维持家道中落的佳绩 因而在高职二年级就休学而进入社会 踏入了歌唱生涯 从台中唱到了台北 这时遇到了生命的第一个贵人 没多久海山唱片为陈颖杰 录制了第一首国语歌曲《春风》 即是黄俊雄布袋戏中 吴明基的出场主题曲 十年二十三岁 如今已将六十多岁的陈颖杰 生日时许愿 希望我和身边的家人都能顺利健康 一年初陈颖杰睡醒后找姐姐说话 却说得含糊不清 姐姐惊觉不对劲 吓得问她你在说什么 但当天陈颖杰又早已敲定的表演行程 她只好硬着头皮倒唱 向主办方解释原味 还好老板对我很好 没有要我赔违约金 陈颖杰上台时吃力的向观众道歉 一旁的贺一航除了帮她解释 还号召观众合唱陈颖杰原先要表演的曲目 让她相当感动 贺一航真的很帮忙 那天还好有她在 我们原本还约好下次再合作 可惜没有下次了 演出结束后 陈颖杰的老公李春贺 立刻陪她到台中澄清医院检查 确诊是脖子后方的血管堵塞 导致小中风 她急着询问医生 会不会影响唱歌 幸好及早发现 当下医生为她施打干继包 并叮咛她只要好好保养复健 几个月就会康复了 小中风康复后 陈颖杰格外重视健康 还尝试了血液净化 复健期间 陈颖杰一改常年熬夜的习惯 十点就睡觉 还另外补充保健食品 帮助血液流通 我很爱吃肉 但是听老公的话 现在吃得很清淡 谈及老公 陈颖杰藏不住笑意 她吃素30年 身体好得不得了 休养期间 老公规定 她不可以吃炸物和加工食品等 还替她张罗三餐 更天天开车接送 现在都是她在服侍我 此外 夫妻俩还会到庙宇拜拜 顺便走一走当做运动 陈颖杰与老公李春贺结婚多年 感情依然很好 现在还会一起散步运动 陈颖杰表示 她的主治医生和朋友都说她很幸运 中风的状况还算轻微 已经两年没有做健康检查的她 这次发病后 总算开始正视自己的身体状况 除了检查脑部 也看了肾脏 心脏等 发现自己患有高血压 赶紧服药控制 还好一切都发现得早 休养生息了半年后 陈颖杰总算能开始接通告 她笑说 跑活动唱歌聊天 也算是一种附件 每次开唱前 我都会先和大家说抱歉 因为可能唱得不那么好 可是我会用一些技巧 修饰不足的地方 展现歌坛大姐大 炉火纯青的功力 不过除了这段与现任老公的美满婚姻以外 提到台语歌坛大姐大陈颖杰 很多人会自然联想 与她有13年感情债的前男友攀建 不过选在50岁生智的时候 陈颖杰已将这段情债与前债彻底了结 也感谢老公李春和15年来的 一路相伴与无悔的支持 民事综艺大集合的寿星大发 曾经为个性海派的陈颖杰轻生 圈内好友黄西田 行丰 于天 妈妈梁秀兰和老公李春和 都到场庆祝她50岁生日 陈颖杰也首度在节目中 畅谈和攀建的感情债始末 当年陈颖杰为爱无怨无悔养男友全家人 甚至不顾一切为攀建背负高达千万的债务 23岁那年她结识了同为歌手的攀建 两人随之陷入了热恋 但殊不知对方已有一位未婚妻 女方的母亲并不赞成这段恋情 陈颖杰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自己的爱情 1984年 攀建实为中式签约歌星 而陈颖杰则为华氏签约歌星 攀建却跑到华氏为陈颖杰站台演唱 而遭到中式警告 后来男友攀建投资生意失利 陈颖杰背负千万债务 开票出状况 前后还债长达7年 和结识多年的向娃也曾有跳票情形 后来陈颖杰是陆续用现金还清 自己的喉咙更曾因长息肉 歌唱生涯面临中断 一路走来起伏不少 艺人向娃表示 攀建积极想做生意 有做一个好像是灭火器的生意 当然艺人要转型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在投资上面 后来经济调度有出了一点状况 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就是开票的状况 还好陈颖杰唱到了红遍大街小巷的《风飞沙》 卖破百万张 让她终于把债还清 但这前前后后也还了七年之久 此外还透露 我是跟她来会 因为她是会投 那后来她的会有的就开出来的票 有的就是出了状况跳票 后来她是跟我奖票给她 她给我现金处理掉 除了跟向娃之间一度有金钱纠纷 陈颖杰还曾为了朋友又被千万债务 贵为歌坛大姐大 却极度为钱陷入困境 如今除了接戏 活动已经比较少出现在荧光幕前 再占版面又是传出欠债伪签本票 演绎人生大起大落 对于这段过往 陈颖杰昨天说 事隔多年她早已释怀 在陈颖杰人生最低潮时 现在的老公李春贺适时出现 15年来一直陪在身旁 从没离开过 陈颖杰说 老公是一个朴实 脚踏实地又爱家的男人 李春贺则说 陈颖杰虽然不会做菜 但很尽心做家事 还会帮婆婆洗澡 梳头 更为她戒掉十多年的不良习惯 当初婚姻不被大家看好 但陈颖杰 李春贺夫妻两人感情依旧 唯一的遗憾是 陈颖杰为了替她生个孩子 曾经身体受到伤害 对此 李春贺深情地说 我宁可不要小孩 只要她健康 一切随缘就好 不过 这样一位优秀的老艺术家却被牵扯进了交缩他人 又欠债不还的案件 瞬间人设崩塌 一人陈颖杰被控以妹妹陈预心名义签本票 向友人秋胡借款280万元 一审依教唆伪造有价证券罪 判3年2月徒刑 二审逆转无罪 但最高法院撤销 发回更审 高院更一审经改判陈颖杰一年8月徒刑 缓刑4年 6个月内需给付男子秋胡30万元 陈颖杰以在厦门从事演艺事业为由 向秋胡借200万元 后来追加到280万元 对方认为金额不低 希望能有人作保 陈颖杰与姐姐陈乃佳考虑后 以妹妹陈预心名义在本票上签字 事后被对方控伪造有价证券 陈乃佳依审时作证 称以前经常到秋家泡茶 当时是对方希望陈颖杰在本票上面签上陈预心的 他为此还跟陈颖杰吵了一架 之后决定自己签上小妹陈预心的名字 将法律责任揽下 依审认定陈颖杰教唆原无伪造本票犯逸的陈乃佳 陈乃佳因伪造有价证券 遭桃园地院判刑1年7月 缓刑3年 陈颖杰教唆伪造本票 判3年2月刑 案件上诉 高原认为 依陈乃佳的证词 他会在本票上伪签小妹的姓名 身份证字号 是应对方的要求 难以认定是陈颖杰言语刺激才伪造有价证券 改判无罪 但最高法院指 二审指评陈乃佳前后相议证词中的部分内容 就认为陈乃佳是听从秋胡的指示 而伪造本票做担保 判决理由欠辈 高院跟一审开庭时 陈颖杰解释本票虽是280万元 但实际上只拿到40余万 其余的金额都是过往的借款 秋胡称80万是陈玉新要的 若真如此 根本不够 陈颖杰对于实际借了多少钱交代不清 审判长质疑 怎么会不记得 你的目的是借钱呢 他答 我觉得我没有犯罪 检察官表示 要借钱的是陈颖杰 不是陈乃佳 秋胡因认为多一个人签本票和多一份保障 所以希望要有共同发票人 若不如此 接不出借 受影响的是陈颖杰 陈颖杰曾抱怨姐姐也帮不了忙 弟弟也帮不了忙 家是我养的 检方认为她诉苦对象是大姐 当然是希望陈乃佳帮忙 陈乃佳才改变拒钱立场 更一审今除撤销改判为一年8月徒刑外 还缓刑4年 不过她半年内需还秋胡30万元 有媒体报道 涉嫌教唆罪的女星陈颖杰出席庭审 爆出了很多事情内幕 2011年 因为陈颖杰演绎收入锐减 就找了一位已经认识十几年的好友借贷 想要渡过难关 她与自己的大姐一同来到好友家中 以要在厦门举办活动为由 想要借280万台币周转 不过其好友认为金额过高 害怕陈颖杰无法还上 于是提出了要求必须有人能够做担保 在询问之后发现 陈颖杰与大姐目前所住的房子 其实是她们的小妹所有 于是进一步要求将其小妹列为担保人 双方在争执过后就离开了 第二天陈颖杰的大姐又一次来到其好友的家中 选择在借款条上伪造了小妹的姓名 并且填上她的身份证号码 好友这才答应借钱给她们 没有想到的是 陈颖杰一直无法偿还这笔欠款 好友无奈之下拿着借款条将她们告上了法院 申请对陈颖杰小妹的房产进行强制执行 对此感到莫名其妙的陈颖杰小妹从马来西亚赶回了台湾 想要救回自己的房子 不知道是不是对于此事怀有愧疚之心 大姐选择投案自首 承认自己冒用小妹之名借下巨额贷款 因此被判刑一年七个月 缓刑三年 而陈颖杰却拒不承认自己涉嫌教唆姐姐伪造签名这件事 坚持称 我绝对没有叫我杰写小妹的名字 是好友教唆的 不过法院在一审中认定 第一天大姐不肯擅自签名 说明她并没有因为好友的话而蒙生犯罪的想法 后来是因为陈颖杰的不断施压 第二天才选择犯罪的 因此陈颖杰的教唆最常立 应该判刑三年两个月 而对于自己被判刑这件事并不满意的陈颖杰选择上诉 开庭时 陈颖杰仍然称自己没有叫姐姐伪造签名 要求改判无罪 其好友在法庭上直接指责陈颖杰 称其恶意欺诈 摆明了要骗钱 要求他至少先还一半 其他的再分期付款 不过陈颖杰非常无所谓地说 自己没有太多收入 也没有存款 最多一个月还一万五台币 同时还指责对方说他才是骗子 称自己只拿到了44万多台币 并没有顺利拿到所有的钱 事情曝光后 网友们也是被他拒不认账的事情震惊了 纷纷在底下吐槽 没有想到如此优秀的老艺术家竟然沦落至此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凭借一首歌就火遍大江南北的陈颖杰 曾经也是众人追捧的对象 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 如今的他没有了当时的无限疯狂 网上还有着对他铺天盖地的质疑 想想也是令人唏嘘不已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 我们再会